鹹鹹辣辣 韓式炒麵 醬料紅通通 還有就拌上辣醬的韓式炸雞 嘴巴一吃停不下來 韓式重口味讓人越吃越口渴 但台中這一間知名韓式炸雞店 卻有民眾抱怨 店家不提供白開水 吃了沒水喝 外面礦泉水也是那個價錢 就是很多店家也沒有提供水 對啊 所以我自己是可以接受 要消費不OK 那妳幹嘛進來 對不對 對 妳是到外面自己買不是很開心嗎 但不是人人都像他們一樣願意買單 的確菜單上標注 水果類飲品60元 氣泡飲料35塊 礦泉水20元 想喝水就得另外付費 店家不主動提供開水 也禁止外食飲料 讓部分消費者不滿 但實際詢問店家 業者說 的確開業五年以來禁待外食 也不主動提供白開水 但假使客人喊渴 業者也釋出善意 韓式炸雞比較辣 或者是麵比較辣的話 我們都會可能提供客人水 或者一些彈性 可能一些小服務給顧客 讓顧客去沖沖辣 話說回來提供免費開水 的確不是餐廳的義務必要條件 不少店家也有類似規定 免費開水給與不給每間店的 有洗規則 消費者還是摸透了再上門 志工育德 台中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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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